今天来吃一整颗螺丝 先用刷子刷洗下表面 朱教授做菜 干净又卫生 然后用镊子小心地拔掉口盖备用 接着取出304不锈钢顶尖工具 把螺丝里的肉挑出来 确保完整性不断开 然后用棉签在擦拭内部的污渍 留着备用 螺丝肉用清水清洗干净 切掉尾部 接着取一根红辣椒 剖开表皮 不要损伤到内子 把辣椒籽一颗一颗夹出来 谁帮我数一下有几颗 再把没有籽的辣椒果肉切碎 开始正式烹饪了 油热倒入辣椒炒香 再放入螺丝肉 继续翻炒 食辣与鲜完美融合 最后来一条料酒去腥 接着在烤盘上放勺盐 放上螺丝肉 再盖起来 放进烤箱 250度盐局120秒取出 挖开结巴的盐 加出螺丝肉 老样子放进石旧 把螺丝肉研磨成螺丝粉 用毛笔扫到白纸上 最后处理螺丝壳 把风干的辣椒籽 塞进螺丝壳 塞紧后盖上口盖 听说正宗的螺丝粉是不臭的 咸辣香味已经使我垂涎三尺 最后撒上螺丝粉 好了 饱子们请与我一起享用吧 猫可包可